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西东林夏老师 现在开始我们7月27号早上的日转说码视频 那我们先看一下盘 这个盘应该短暂上进入整理 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会整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你说这个弹了1000点之后 你要再弹1000点 这个指数其实你跌升它会反弹 但是你后面要再弹另外1000点的话 你必须要什么 你必须要有真的实质基本面来做支撑 那其实实质基本面目前我相信 大家所接触到的都是怎么样 都是比较偏弱的 那比较偏弱或是比较偏保守的讯息 所以它应该就怎么样 就是应该在这边继续整理 那可能会混很久一段时间 那混很久一段时间 你也不用说什么空头要来什么的 基本上就是它在那边混着 就是个物表现 那个物表现的话 就是你要去看说钱这地方在往哪边走 那往哪边走的话 其实短暂上就是 还是要生计 那生计的话当然就是 其实生计有分两块 一块是什么 一块是新药 另外一块是CDMO的部分 就是代工的部分 那其实新药的部分怎么样 新药部分其实指标就药滑药 像我今天节目上讲的 你看药滑药跟两支保瑞 其实保瑞就是做CDMO的 其实你就两支在比的话 谁比较强 药滑药比较强 而且这一天是投信大卖 投信大卖结果呢 结果它这天卖完之后 卖两天第一天大卖 第二天小卖 再来再来再来 这个地方它又不卖 然后又整个跑上来 那你说它的那个什么 获利营收也很棒吗 现在根本就还没有公布 那个你八月份才公布七月份了 所以就是就这部分 应该是短线上钱 钱在卡什么 钱在卡那个新药的部分 然后他又要限赠 要限赠一般来说股价不会动 其实像这个投信在卖 其实我个人研判 应该就是投信之后它会限赠 那限赠股价不会动 所以就先出掉 等那个后面限赠完再来 结果呢 结果这真庙 竟然整个拉上去 那整个拉上去 这整个拉上去的话 代表说齐钱 应该说市场上的大户跟主力 还是一样持续在看这一支 这一支基本上就是 他们有持续在关注 那如果说这个 它的梦是真的 如果它的梦是真的 它的梦真的话 这种应该不会只有五百块 这种应该就是 可以长线观察的 可以长线观察 我只能说可以长线观察 但如果说你要稳一点的话 就是等它限赠完 因为限赠这个到底要怎么作价 对 作价会不会一直delay下去 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后面要再砍了 但是你要要上去的 其实就会有一些股票 会有样学样 比如说像 跟大家提到的 C57 C57太景的部分 都不会就变这样子 变成这样 又创新高 每天可能会洗一下 因为这个 很多短线客 都会说你看这种 之前没什么买的 忽然跳进来 这是干嘛 冲来冲去的 这很明显 就是冲的 所以明天干嘛 明天冲来冲去 明天冲来冲去 这应该也是吧 冲来冲去的 对啊 冲好冲去的 反正就是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在那边冲 冲好冲去的 冲好冲去的话 明天可能会震荡一下 但是震荡一下 其实震荡一下 我个人认为 就是你去切30分钟K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 现在价差已经弄出 已经有价差 对不对 你去切30分钟K 然后30分钟K里面 你只要打20均价钱就好了 就是你只要看那条线 20均价钱如果跌破了 你就把它除掉 跌破可能要整理了 反正就是不要管 就是跌破就把它除掉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就继续抱着 就是比较简单这个方式 所以太紧的部分 还是一样可以持续看 那其他的 像我们昨天一纸转有按到 我们去看今天一纸转 今天一纸转两只 那金硕是隐形眼镜的 升龙 这个还是一样什么 这个也是也是药的部分 它比较属于代工 神龙 这统一集团的 但是这一支 它目前不是新药题材 它是属于比较CDMO的部分 但是股价 它之前股价很高 怎么现在只剩二十几块 我记得这个 之前以前在看的时候 都蛮高的 我看一下月线 对啊 我记得之前股价蛮高的 怎么现在搞 搞到现在二十几块而已 那不管 反正就是现在的部分 就是市场上钱在看 钱有在看这一块 那钱有在看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跟什么 它跟泰景一样都是创新高的 而且 你会发觉这个量是放出来的 昨天八千多 今天两万多 所以就是泰景跟神龙 我认为这两个 基本上都可以看 我看一下 神龙能不能赚钱 因为泰景是没赚钱 神龙能不能赚钱 0.1 没贪钱 全部都走题材 我只能说生计都是走题材 都怕题材 不然这是贪多少 这贪多少 这贪多少 这种走题材 就是 我只能说就是走题材 你就照现做 只能照现做 这赚多少钱 没赚钱吧 我记得是没赚钱 去年好像赔蛮多钱的 去年赔10块 第一季赔1.96 这个今年不知道 贪钱 你看看到的 有没有可能哪个月 会跟你说转货为赢 反正这种生计 基本上都是没赚钱 没赚钱 就是要 梦想 我只能说 你就股票要动 其实他一定要有个梦在那边 有梦才会飙 没有梦走基本面的 不会动 就像台积电一样 台积电没有梦怎么长 也没有梦 甚至像那个 我看一下今天的 也就是像神龙 我认为你也可以留意的 因为整个话题性 全部在这边 好不好 我看一下今天 那个法案 法案在干嘛 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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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真是很 是稳的啦 精彩 有没有 这个精彩 我还是一样那个看法 要看长线 而且你看 他季线没过 对不对 他问你 他的单全部都台移电给他的 没错吧 他的单都台移电给他的 台移电季线没过 你精彩 这个地方要飞上去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一样 7月营收会不错 因为接苹果单 苹果那个iPhone14没砍单 他7月营收过之后 8月就往下掉 8月往下掉了 你第四季会掉得很明显 第四季它现在产能只有7成而已 第四季会掉得很明显 第四季产能就只剩7成 它现在是蛮惨 90% 第四季会只剩7成而已 所以再好就好第三季 就第三季 就是7月份最高 再就往下掉 第四季就只剩7成而已 所以就这部分的话 如果说 如果说你有的话 或说你之前这边没出 然后现在这边拉起来 今天又出个新闻 如果说有再跑上去的话 因为像这种有法而买的 明天应该可能会开个高 什么之类的 有网上顶的话 如果说你手中有 你要做短线的话 搞不好可以出一下 最好就好到8月初而已 公布营收完就没有了 苹果有砍单 iPhone14没砍 其他的砍得乱七八糟 其他都有砍 因为苹果的策略是这样子 iPhone14出了之后 iPhone13降价 抢中低阶 iPhone13卡蛮多的 就差不多这部分 其实消费端这边 真的以目前来看 有稍微弱一点 没有那么强 半大体这边 有一次 这个我前几天有看到报告 但是它高价的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投信也有在买 因为它有接到 因为你现在都在盖金源厂 都在盖金源厂的话 其实金源光灶盒的部分 其实它有接到一些美国的单 它有接到美国的单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 它的行走得比较漂亮 当然它是价格比较高 这价格是高的 所以像这股票认为你可以 如果说你资金够的话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它会不会转强 因为我记得法然报告 写200 写300 不昨天 38块 差不多 你可以看一下 我前一天看到的是280 就是它的营收 就是今年10块 今年10块 明年15块 今年10块 明年15块的话 其实300对20倍本一笔 差不多是这样给 因为它这个算是有独占性的 光灶盒 就是它跟英特格而已 所以精彩 我觉得你还是要看长线 看长线 但你说我长线 我要拼2024 OK你就跟它拼2024 2024 它的产能开出来的话 应该是200多 我的看法200多 现在今年都赚5块 就可以100多了 你到时候赚10几块 不是200多 怎么办 这加登今年赚个10块 明年赚15块 就要搞到300了 怎么办 就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像这个 我认为就是你可以长线看的 就精彩跟加登 要啊要在这边 其他的 其他看一看 没什么好买的 没什么好买的 看起来 东洋 东洋 这些线形好弱 对 森达 森达 我看一下 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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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达这也是做药的 这个形看起来还OK 这是你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没有法人 这是有探极吗 它做学民药的 森达 做学民药的 比如说像什么 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什么西立寺 你有没有听过 西立寺现在那个总代理 是美食这边 美食这边有在代理西立寺 但是西立寺 其实那个专利权已经过了 台湾这边有那个 学民药 叫做乐宣港 乐宣港其实森达有在做 有赚钱 学民药 学民药的 我看一下 0.97跟去年比 好像也还好 但是第二季应该看起来不错 年证率都很高 3.95 我看一下 好像可以 这是你留意一下 头信买一点点 这种头信会买的 基本上都怎么样 都是它交得出营收 交得出数字的 你那完全没有数字 他们不敢买 不是什么 你可以去年轻的 他买不下去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像这种就是 看起来还OK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这一次不是新药 它是做什么 它是做学民药 就学民药啦 就是做什么 什么西立式的学民药 什么乐宣港那种学民药的 之类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7月20日把它除息 过几天 这个过几天再看啦 过几天再看 对啊 肌肉药厂啊 森达啊 对啊 这次就做学民药的啊 做药的啦 就差不多这样 所以这个等 7月28 除完洗再来看吧 除完洗再来看 就这个部分 短天上可能就是 一些什么什么 我们刚看的嘛 神龙嘛 对 然后腰外腰嘛 腰外腰太贵了 然后还有什么 那个太景的部分 我说可以短天上先看这个 其他的看起来我觉得还好 对 其他的我觉得看起来还好 所以头发我们做个结论 看一下 头线有没有在干嘛 精彩又精彩 骑虹 锦缩 头发其实锦缩这个 我认为这个不用看 锦缩已经不用看了 那不用看 我不知道哪里 金头新买 骑虹 骑虹不太会过高的 有V转啊 这个我认为这个再看一下 这个我认为再观察一下 好不好 所以头发我们做个结论 加登嘛 加登 我认为加登可以看啊 因为他那个 是有利 就是今年跟明年 基本上获利是算得出来的 精彩就要等到2024 精彩今年只算5块多而已 今年不会6块钱的 不会6块了 因为苹果有砍单 第四季很惨 所以今年应该就5块钱 台办这个可以持续观察 这也不会死 但是就在那边混着 我这投信持股很高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钱 买这么多 不知道有钱吗 他买的16%多了 看他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看怎么样 不然这个 基本上 他的新闻什么一直出 但是就卡在这边 就是这边一坨 所以头发我们做个短线结论 就是如果说以金的部分来看 就是市场上 基本上比较偏观望 那比较偏观望的话 偏观望就是你要看 钱往哪边走 那钱往哪边走的话 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他要往生计这边走 那生计这边走的话 7月28号是生计展 对不对 生计展的话 其实头发生计展 我是打算生计展的时候 赶快金好就收 所以像短线上这部分 要玩要这个是长线题材 然后太紧的部分 其实价差我们拉开 基本上就是你用30分钟 K20均下线 破了就赶快出掉 破了基本上 因为明天可能会稍微震一下 但是如果说有破了的话 可能就先出掉 其他的像那个神龙部分可以留意 然后生达等7月28号 这部分 7月28号除完洗之后再去看 然后半导体的部分 精彩跟加登都是属于比较长线的 加登我那我也可以看 因为这个投信最新在买 然后精彩是 也是可以做 但是他8月营收 8月公布7月营收之后 那个地方就是卖点 你不要想说8月公布7月营收 哇好棒 给他穿去买 结果呢 结果那就最高点 今年最好就是好7月而已 好不好 你懂的是吗 今年最好就好7月 所以这两支 这个如果说你要做的话 就是7月营收公布出来你要走 那加登短天上我还是可以看 好不好 就是反正刚刚我们看 就差不多股三百块 主要就是今年10块 明年15块 然后20倍本一笔消息算 因为它是成长公司 而且有点高猛抖 因为全球基本上在做那个光照盒的 就它跟英特格 然后加登的市占率比较大 因为台移电这边台移电全部都是有加登的 就差不多是这个部分 然后如果说你要有基本面的 我们昨天是不是讲到那个飞机对不对 飞机舞动还是一样可以看荣钢 还是可以看那个形 它的整个形态是没有坏 然后它的获利 基本上获利都算得出来 今年4.9 是不是4.88 但它的4.88是有一笔业外 你业外扣掉的话差不多4块多 但是明年基本上4块7 这都是本业的 所以它本业是会成长 但是如果说你要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这股价其实不贵 或者说不贵 形态也OK 所以如果要看的话 可能就先看自己 只是像那个荣钢 然后那个太景的部分就是破线就出 破30分钟K的20均价线就出 如果没破的话你就抱着 就差不多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先简单分享到这边 祝大家明天超顺利 明天见 拜拜